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安卓底层开发 上一节课我们对SensorManager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SensorManager主要是对上层的应用提供Sensor的所有服务 对下呢,他要连接我们的SensorService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对我们的SensorService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SensorService的一个处置化过程 首先我们要确认我们的SensorService是在我们SensorService处置化的时候呢 就会首先就用NativeInit的方法把我们的SensorService给处置化 在我们SensorService处置化的时候呢 它会经自己添加到我们的ServiceManager中 这样的话我们的SensorManager才能够从我们的ServiceManager中得到我们的SensorService 大家看来这里呢,分为三个 第一个是我们的SensorManager MGR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ServiceManager 最后呢,才是我们的SensorService 这三个是这样一个极量的关系 SensorManager ServiceManager和我们的SensorService 当我们SensorService处置化的时候呢 它首先会创建一个SensorDOS的对象 我们这个SensorDOS对象呢 是我们Service和我们Hair层对接的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中呢 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方法去和我们的Hair层来进行对接 通过我们这个SensorDOS呢 它可以得到我们SensorHair层的一个操作函数集 当我们拿到这个函数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Hair层来进行一个初始化 当我们SensorDOS拿到的一个Hair的操作函数集之后呢 它就会通过这个函数集里的一方法 得到我们系统做支持Sensor的个数 以及Sensor的一个具体的操作接口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Service就可以对我们Hair层中的Sensor来进行操作了 那么我们的SensorService呢 就会调用Sensor类似的函数将我们本地所支持的Sensor的个数 以及种类添加到我们SensorService中的Sensor类似中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拿到系统所支持的所有的Sensor 当我们拿到这些Sensor类似之后呢 我们会根据我们系统的一些反馈 创建我们虚拟的Sensor 这个创建虚拟Sensor 这样呢首先如果说我们系统支持GiSensor GiSensor 那么它会模拟出角度Sensor 还会模拟出其他的一些Sensor 陀螺仪 那么如果我们系统支持陀螺仪 但是不支持GiSensor的话 那么它会使用陀螺仪来模拟出一个GiSensor 这个呢它模拟是能模拟 但是精度上肯定不如我们实际的有这种物理传感器的要精确 那么当我们把这些所有的Sensor注存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会等待我们SensorManager的链接 然后呢去启动线程分发从底层闯上来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一个应用程序 注册了Lessender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从上层到我们的Manager 也有我们的SensorManager 再到我们的ServiceManager 再到我们的SensorService 再到我们底层的Hare 然后把我们所需要监听的这个Sensor给激活 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呢 就滑滑滑的往上可以报到我们上面的应用程序中 这个就是我们SensorService的一个处置化过程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SensorService处置化过程的一个大概的框架图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SensorService处置化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的 首先是我们System Server创建了我们的SensorService 然后我们SensorService的创建过程中呢 它继承了一个ServiceManager 它一个类似于它的一个类 这样的类处置化的时候呢 它会把自己添加到我们的ServiceManager中 这个呢就是我们SensorService的节点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Service类似 这个前面呢 我们已经分析过 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然后呢 当我们SensorService处置化的时候呢 它会将我们的SensorHare层给挂上 挂SensorHare的时候呢 它会动态的load我们本系统所添加的Sensor的酷 因为我们这个底层Hare层也就是Hare层 它对Service这层所提供的呢 只有一个酷 它这个接口都是标准的 我们只需要生成一个酷 然后就可以对上层来做支撑 而我们这个LabSensor酷呢 它下面有一个Sensor的OPTS 也就是我们Sensor的一个操作函数机 这个操作函数机 连接我们驱动中的Sensor设备 而我们驱动Sensor设备呢 就会连接我们实体的Sensor 当我们SensorService初始化完成之后呢 我们的SensorManager就可以通过我们的ServiceManager来得到我们的SensorService这个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SensorService它的一个简单的框架图 大家来看它有联系的服务呢 包括我们的SensorService ServiceManager SensorManager 以及我们底层的Hare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SensorService一个大概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 我们的SensorService 它继承了我们的BenderServer 以及我们的BNSensorServer 以及我们的3D 当我们SensorService初始化的时候呢 它会递用我们BenderServer的方法呢 自动的将我们本身添加到我们的ServiceManager中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SensorManager才能够通过ServiceManager得到我们的SensorService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我们SensorService的一个初始化过程 首先它里面会定用一个SensorDevice的一个类 这个类里面会实力化一个对象 当这个对象初始化的时候呢 它首先会去动态的load我们Hare层的酷 而我们load的方法呢 就是HWGETModule这个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我们系统默认的Sensor的酷 而这个Sensor酷就是提供我们底层操作函数级的酷 然后呢我们会得到一系列的Sensor的一些结构 最终呢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SensorModule Mensor的 然后呢拿到了一个OpenSensor字 当我们SensorDevice处出外的时候呢 会调用我们的OpenSensor字 这个OpenSensor呢就会返回我们Hare层对Sensor具体操作的行数 也就是这四个行数Per,Close,Set,Delay 而这个行数今天又会返回给我们的M-SensorDevice 当我们调用SensorDevice 它这个对象中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GetSensor类似的时候呢 它就会通过这个M-SensorDevice的方法来 将我们底层所支持Sensor的个数呢 返回给我们的SensorService 然后呢我们SensorService将我们底层所支持的Sensor 保存到我们的M-Sensor类似的中 这样的话我们的SensorService就能够拿到底层所有的Sensor 物理Sensor 然后呢我们如果说我们支持陀螺仪 当然是呢我们上面不支持OrangeSensor 或者是一些G-Sensor 那么呢我们会通过这个Sensor的一个具体的类型 添加我们虚拟的Sensor 并且呢将这个虚拟Sensor添加到我们的M-VirtualSensor类似的中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SensorService就完成了一个初始化 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它会启动我们的ThreadLoop 那么剩下的我们SensorService 它的工作呢就是用来监听我们SensorManager对我们SensorService的链接情况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SensorManager连接了我们的SensorService 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会通过我们SensorService所提供的一个方法来创建一对无名的又无链接的Unix套件字 这样的话我们的SensorManager就和我们的SensorService建立链接 然后呢可以使用这对Unix套件字来进行通讯数据交互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ThreadLoop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继承的是我们的Thread 它一定要用我们的M-SensorDevice中的Pro方法 将我们底层Sensor的一个数据不断的获取 获取完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SendEvents发送给我们的SensorManager 然后我们SensorManager再向上发送 传递给我们的App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一个SensorApp就能够拿到我们底层的数据 然后呢将这个数据做处理去完成自己的应用 这个就是我们SensorService它的一个大概的结构 这个里面介绍它主要的一些方法和一些成员变量 以及我们的SensorDevice 下面呢我们来结合代码以及我们这个序列图 来看一下我们SensorService它出手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幅图设计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SensorService以及我们的SensorDevice和我们的Hair层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的SensorService如何和我们的Hair层来对接 在看这个之前我们再来切到我们安卓下 看一下我们SensorService这个服务 是什么时候来加到我们SensorManager中的 我们来切到代码下 打开我们的Firmwork Base Service 然后Java.j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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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 打开这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中的最后这部分我们来看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SensorM这个ment函数中 它呢会有一个NativeInit 这个NativeInit的实现呢是在我们Firmwork Base Service 它在这的SensorServiceGNi comAndroid++ service system.cpp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这个NativeInit就要用的就是我们这个NativeInit 方法来对我们SensorService进行示范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 这个是我们这个NativeInit方法的具体实现 它在这里呢就是把我们的CensorService进行实力化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CensorService实力化的过程 下面我们这些过程呢 就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流程图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跳到我们CensorService所定义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Flock NativeServiceCensorServiceCPP 在这个行数呢 它处理化过程中 首先会调用我们的onforceref 在调用这个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CensorService 它具体的这个类的定义 在我们第二个文件中 也是我们CensorService.h中 大家来看它继承了我们这几个类 BenderServer BenderServer 以及我们的3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enderServer 大家来看这个Service它处理化的时候呢 大家来看 它就会在这里 都要用我们的Service Manager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自己本身添加到我们这个Service Manager中 大家来看 这儿调用了一个AdServer 这个AdServer其实通过Bender将我们这个实力添加到我们的Service Manager中 所以说我们处理化的时候就已经添加到我们的Service Manager中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添加到Service Manager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处理化的过程 我们来切回到刚才的那幅图 首先我们会调用onforce这个处理化的方法 这个方法中呢 我们就开始和我们的Hair层进行对接 首先我们在这里会实力化一个SensorDevice 而我们SensorDevice初始化的时候呢 它也会调用一个HWGETMODU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标准的Hair层的一个接口 它通过传进一个参数 然后呢 调用HWGETMODE BY CLASS 然后呢 导入我们Sensor的酷 在导入酷的过程呢 其实这个就是Hair层所做的工作了 首先它要去查找我们Sensor的酷 然后呢 load我们的酷 得到我们的OPTS 也是我们操作行入籍 然后呢 就返回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部分的具体实现 首先大家来看在这里 它做了一个SensorDevice的GET instance 这个呢 就是SensorDevice的一个实力化 我们把下面这个文件给它关闭掉 因为这个System Server.java 现在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可以把它关闭 大家来看 在这里呢 它会调用 大家来看这个SensorDevice 出发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个HWGETMOD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ensor HeadwareMODE的ID 大家来看这个ID呢 就是Sensors 这个Sensors就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HWGETMODE 这个行是它的定义 这个行是定义呢 大家来看就在我们Headware Lab Headware.c中 这个就是我们Hair层 它的一个方法 我们这个方法是通用的 它既可以针对于我们的Sensor 也可以针对于我们的Sensor 或者是针对于我们的Audio 针对我们的Camera 都是调用的这个接口 然后我们在这里导入的 其实来看 大家是真正调用的是HWGETMODE BY CLASS 大家来看 这个ID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也就是我们需要导入的一个酷的名字 它类型 而我们后面这个module呢 它就是一个操作机的一个巨饼 这个后面我们会给它复制 然后返回给我们的SensorDOS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HWGETMODE BY CLASS 它具体实现 大家来看 它在这里呢 会做一个as printful pass max 就是把这个class ID和这个写到我们这个内部中 然后呢 它在这里会做一个路径的处理 大家来看 在这里 它会有一个这个路径的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ere 这个是VRINT K的Count 也就是我们一个环境变量的 它一个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R INT它的定义 再来看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些 Property的环境变量 首先是我们RO的Headware 然后是我们RO的Product Ball的 然后是我们RO的Plantform 最后是我们RO的Arch 这个得到这个之后呢 大家来看 它会把这个得到这个系统变量的质呢 复制到我们的Proper中 然后呢 大家来看在这里 它会将我们整个路径 将我们这个酷的一个动态酷的路径呢 给添加到我们这个Printpass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HairLibraryPath2 这个定义 是在我们的WonderLabHW中 我们的LabPath1呢 是我们C-TermLabHW 这个就是我们Sensor的一个动态酷 它的位置是在我们C-Term或者WonderC-TermLab的HW目录下 然后呢 大家来看 这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所要传进来的那个字符串 Sensor4 如果我们是Camera 那么它就会传于Camera 后面的Proper 大家来看 这Proper是根据这个ProperyGat 所夺出来的那个Proper来得到的 如果说我们当前板子 它有这个环境变量 RO hardware 比如说它就是A31 而且我们HW那个目录下有相关的Sensor.A31这个动态酷 那么呢 它就会去找到了这个动态酷 然后呢 去load这个动态酷 load之后呢 大家来看 它得到这个名字之后呢 它首先会判断一下 如果你这个文件是存在的 那么它就跳出当前的循环 并且呢 执行一个load操作 这个load操作呢 就是来导入我们的动态酷 大家看这里调用的是个DL Open的方法 去把我们动态酷给load进来 load进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调用DLSM的方法 得到我们那个动态酷中的操作 函数集的一个巨饼 拿这个巨饼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巨饼返回给刚才我们所定义的这个HMI中的一个DSO 然后呢 我们最后会返回这个状态 大家来看这个HMI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HMI 这个HMI就是我们得到的巨饼 然后呢 我们后边的巨饼 附给我们这个PHMI 也就是我们刚才 getHWModule那个变量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拿到我们动态酷中的操作函数集 这个就是我们sensor 它初始化的一个过程 和Hairsong对接的一个过程 那么当我们拿到一个函数集之后呢 大家来看 它在这里会调用sensoropen的方法去打开我们的sensor设备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 当我们得到了巨饼之后呢 我们就会调用sensoropen的方法去打开我们底层的设备 而我们打开的时候呢 还会返回一些实际的操作函数集 它呢 就会返回给我们的m sensor device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会调用get sensor类似的方法 来拿到我们底层所支持的sensor 然后呢 返回我们的sensor类似 然后呢 我们的sensor device就处处完成了 然后呢 它就会返回 返回之后呢 我们的sensor service还会调用一个sensor类似inite的方法 拿到我们底层所支持的sensor 并且呢 根据我们sensor类型来做一个 就是这次native sensors的一个操作 这样的话 我们sensor service它的处处就完成了 我们再来跟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拿到了一个操作函数集 是我们的m sensor module 然后呢 我们会调用这个m sensor module com中的一个方法呢 去打开我们的sensor 大家来看 在这里它调用的是sensor open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具体实现 大家来看 它在这里调用的是module minster的open的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就是hireson 对sensor进行初始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我们后面再去看这个方法的具体实现 当我们打开之后呢 大家来看 它就会把hireson给初始化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会调用一个get sensor类似 得到我们底层就是hireson所支持sensor类型 然后呢 我们会把这些sensor类型添加到我们这个m activity count中 并且在把我们的sensor设备 给激活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sensor device就初始化完成了 那我们初始化完成了 我们再退回来 看一下我们的sensor server 大家来看 我们的sensor server它在这里 把我们的sensor device的16号完成之后呢 它在这里会调用我们sensor device的get sensor类似方法 拿到我们sensor所有的类型 到我们拿到这些所有的sensor类型之后呢 我们就会做一个循环 调用这些sensor 将我们这些sensor添加到我们的sensor列表中 大家看一下我们循环的过程 如果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角速度sensor 我们在这里会定一个orange index 如果说我们这里有陀螺仪 那么呢 我们在这里会定一个变量 这个has grove 它呢就是tru 因为呢 我们陀螺仪可以去模拟一些其他的sensor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是如何来模拟virtual sensor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支持gsensor lanner和size sensor 也就是线性加速度sensor 或者是角速度sensor 我们在这里这个virtual sensor need就会把这个tussle之类型给它取成0 这个呢就是注册虚拟sensor 我们这个虚拟sensor需要gsensor 线性加速度sensor 以及我们的角速度sensor 如果说我们硬件上配了托螺仪 并且我们没有这三个实际的sensor 那么呢 我们会在后面再来看 在后面呢 会注册虚拟的sensor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往下走 has gyro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这个 我们会判断一下 我们是否需要注册这个sensor 首先我会注册一下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需要 我们呢 才会把这个sensor添加到我们sensor类似中 到我们这个sensor注册完之后呢 我们sensorsorits 它的处属化呢 也就完成了 当我们sensorsorits处属化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sensorsorits和我们hairs 它对接的一个过程 首先呢 我们会根据系统proper的设置呢 在我们的sensorLabHW下 要找到我们所有加载的动态库 然后呢 使用dropen来加载我们的动态库 并且呢 使用我们的drsvm得到 并且返回我们sensor底层的操作函数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service层 framework中的service层和我们hairs层就已经挂结起来了 那挂结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sensorservice如何来处理底层数据 以及上层的sensormanager请求的 我们再切到我们的代码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上层有一个请求过来的话 我们这里首先会创建一个connection 再来看我们这里connection的一个定义 当我们sensormanager请求我们sensorservice的时候呢 首先会建立一个sensor even的connection 而我们的connection呢 就是创建了一个没有链接的unix套结字 也就是我们的mchannel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sensormanager就能够和我们的sensorservice进行数据交互了 而这个交互通道就是我们这个mchannel 数据走的是我们socket套结字 而我们的命令呢 走的还是我们的bender机制 当我们连接上我们的sensorservice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sensormanager 是如何来把我们的sensorservice来enable的 它呢上一节课我们也讲了 sensormanager中会有一个enable的方法 再来看这个enable方法呢 就是将我们上层所监听的sensor呢 激活 我们来看一下 它首先会有一个巨饼 而这个巨饼呢 就是我们sensor 它在我们sensormap中的一个巨饼 这个sensor就是我们底层实际的sensor 它所监听的sensor就是这些 然后呢 它会将我们这个sensor实际 经常听的sensor给激活 大家来看这里有个activity 大家来看 在这里 它会有一个activity 这样的话 我们的底层的sensor就会被激活 硬件的sensor会被激活 那我们sensor被激活之后呢 我们这个sensorservice它继承了一个 thread的这个类 而我们的数据接收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thread的这个类中来实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的sensormanager 连接上了我们的sensorservice 然后呢 通过bender机制 调用enable这个方法 将我们的sensor激活 我们激活的sensor是我们自己监听的sensor 到我们激活之后呢 我们的数据通道走的是我们的unix套节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oop行数 它的一个具体实现 thread的loop 这个thread的loop 是我们sensorservice继承了thread的这个类 在这个thread的loop中 大家来看它一个具体实现 它在这里呢 也是将我们的sensordus实力化了 我们的sensordus 连的是我们的hair层的一个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hread的loop 它的一个具体实现 大家来看它这里做了一个循环 循环的过程 就是要用我们device的pull方法 来接收我们sensor的一个实现 这个devicepull 它具体挂在hair层的一个sensor 当我们没有把这个sensor激活的话 我们这个sensor是不会向上返回数据的 只有当我们激活的时候 我们才会pull到数据 当我们pull到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会调用一系列方法 将这个数据通过我们的connection 发送出去 我们来看一下 往下看一下 大家来看 在这里它会调用一个send events 而我们这个send events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那个底层发过来的sensor的消息 我们看一下这个sensor send events的方法实现 这个实现过程就是将我们接收到的所有的消息呢 通过我们这个unix操结字 发送给我们的sensor manager 大家看在这里会有一个read channel的过程 大家看 这里会有一个sensor event con react channel channel就是我们unix操结字 当我们写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sensor manager就会拿到数据 然后呢 它继续往上返 返回给我们的应用 这样的话 我们应用就能够拿到我们的数据了 那么当我们这个应用切到后台 或者是退出之后呢 那么它会调用一个disable 大家看这个disable的过程呢 就是将我们这个sensor 大家看 activity呢 给它关闭掉 关闭掉之后呢 我们那个pull的过程就不会收到消息了 这样的话 我们那个thread loop 这个方法呢 它就会在这里继续阻塞 如果说我们又寄回这个sensor 那么呢 我们的数据还是会往上抛的 这个就是我们sensor service 处理数据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如何来pull这些消息呢 我们下一节课 讲sensor hair层子呢 具体来讲 通过这一章的了解呢 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sensor service的一个处处化的过程 以及我们sensor service如何和我们的hair层来进行对接 以及我们sensor service和我们sensor manager 它的一个交互的过程 好 这一节课呢 我们对sensor service的一个分析呢 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